引发单又到还有这个月的14号 最新的入境检疫措施7加7就要上路 有医生认为应该要取消改回过去的14天 因为Omicron的病毒传染力可能会是Delta病毒株的500% 可能把台湾的疫情直接打回到去年的3月 还有感染科专家点出 7加7的检疫措施务必要再加盐 还有PCR的裁剪上必须采取鼻咽、检体 还有生猴唾液检体 两者交替来使用 才可以避免出现检验的盲点 指挥中心则是认为双套检验目前还没有列入考量 因为目前的检测方式已经很精准 三种春节入境检疫方案即将上路 但就怕Omicron入侵国门 有专家指出7加7加7检疫措施 最好要加上电子围离 确保检疫民众不会爬爬燥 在PCR裁剪上要采取鼻咽和生猴唾液检体交替使用 避免病毒阴阴阳阳的检验盲点 对此要是它的採检的位置 这个有时候跑来跑去 它病毒存在位置可能不见得踩得到 而导致有落网之鱼 用双套的这样的一个检验 我们现在是还没有列入我们的一个考量 没有办法用电子围离来做这样的监控 那否则就已经进入到这种所谓的个人隐私 像是日本验出第二例确诊Omicron病例 要求停售国际限机位 而美国近来也把防疫升级 不管有没有打过疫苗所有入境旅客阴性报告 都要从三天前缩短成搭机前二十四小时之内 但指挥官程中却没打算跟进 认为只要有三日内阴性报告 搭配入境深厚唾液裁检 拿到关卡就能绑堵边境 不过有医师认为Omicron的传染力有可能是Delta的百分之五百 但又会把疫情打回到去年三月 应该要把七加七加七的警力收回 七加七没有做好可能会产生上千例的案例 这个听起来相当可怕 那这样的一个等于是赌博 我们要不要下注 这个真的要考虑 七加七这样的方案 基本上大概就已经是定案了 这越改之 让整体的防疫的措施越混乱 面对七加七不喊卡 国内青少年到底要不要在过年前 十四天打完两剂疫苗 跟一个专家回应通常打第一剂疫苗 需要二到四周才会产生抗体 不过第二剂只需要几天时间就能有抗体 毕竟春节对台湾社区是一大挑战 鼓励学生提早接种 就怕重回五月本土疫情爆发 进而产生停班停课照顾问题 但如果考虑到年轻男性可能会有的心肌炎风险 则是可以考虑得到学测后再接种 在台北综合报道